关心病怎么来的,就让它怎么回去,教你一招标本监制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有关心病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很多患者因为是血管的堵塞 整天就会担心焦虑 面对这个反复发作的关心病 难道我们会束手无策吗? 其实也并不是 今天这个视频呢,告诉大家 关心病的形成,以及应该如何来对付它 首先呢,关心病呢,就是血管堵了,供血不足了 在中医呢,就称为胸壁心痛 大多数是因为气质血瘁,胸阳不振 这样的病机造成的 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心际心慌,心脚痛这些表现 那治疗的关键是什么呢? 变对症,用对药 只有变症准确,用对了药才能达到药效 比如说前段时间呢,就接诊了这位王女士 她主要表现就是胸闷胸痛,心慌气短 痰还多,肢体沉重,人呢也比较胖 同时还有倦带乏力,舌体胖大,有齿痕,太白滑 根据辩证啊,她和痰有关 痰灼壁阻,筋脉阻落 所以给她开的处方呢,就包括着通阳,卸拙 开胸散结这样作用的药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以后,症状有了明显的改善 复查以后呢,各项指标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后续呢,又根据她具体的情况 对处方进行了调整 相信啊,在不久,她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